有人说 见鬼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经历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后 内心的那种不确定感 以及身体和心灵上带来的双重创伤 我曾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 继而引发噩梦缠身 持续一年多的恐怖经历 让我痛不欲生 险些丢了性命 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但每每回忆起当时的诡异情景 还是会感到脊背发麻 后怕不已 我出生于南方的某个工业小城 父母都是化工厂的职工 家住在一个大型国营工厂的家属区 爷爷奶奶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双双离世 而外婆则住在梨化工厂 大约三四公里的小镇上 我念书的小学也在那个镇上 每天中午放学后 都会去外婆家吃饭 晚上就跟厂里的其他孩子一起回家 因为化工厂靠近长江 所以每次放学 都可以搭着化工厂的缆车回家 那时候 长江边经常会有漂浮的水大胖子出现 这里说的水大胖子 只是当地人对淹死人的一个统称 长江上游淹死的人飘到下游来 身体被水泡发胖了 肿胀的吓人 一般离远一点就只能看见肚子胀得像个小山丘似的 当时在我的这帮小伙伴中 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男孩 经常会跑去翻那些水胖子的衣兜 有时候翻到几块钱 就会很开心地拿去买汤吃 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怕 我毕竟是个女生 胆子比较小 每次也只敢跟着几个小姐妹站在远处观望 但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自己明明没有去惹那些东西 但却被那玩意儿莫名地找上了门来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我甚至差点丢了性命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个好朋友叫小慧 父母也在化工厂上班 我们都住在家属区 而且还是同桌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 据我外婆后来说 应该是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 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莫名其妙地 钻到了我和小慧的课桌下 那段时间 我的记忆是不连贯的 我后来一直想不起来 是怎么到的桌下 但我记得我好像趴在课桌下很久 然后有一个瞬间有一点印象 就是小慧低头小声问我 你在干嘛呀 我笑着说 我在剪橡皮呢 然后小慧说 那你起来 我来帮你剪 接着我的记忆就断片了 在之后的事情就完全记不住了 不 应该说是 根本就没印象 都是小慧和外婆很久以后告诉我的 据小慧说 当时她看我的状态非常不对 就赶紧举手叫老师 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 发现我发烧了 便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然后又派了同学 回去通知我的家人 大概是我烧得比较厉害 她派了两个同学 一个通知我的外婆 另一个去化工厂 通知我的父母 那段时间 我是完全没有记忆的 好像我已经不是我 因为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到的办公室 更记不得外婆是怎么把我接回去的 期间我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表情 完全没有印象 但后来外婆告诉我 那段时间 我所表现出来的言行 也完全是个正常人的模样 而且精神很好 一点也不像发烧 我到了外婆家 外婆用途方法帮我降了温 没过多久 妈妈就赶来了 外婆看我的情况可能会反复 就建议妈妈带我去厂里的衣物室看看 于是妈妈背着我往家里走 回家的时候 妈妈走的是沿江边那条路 因为这条路是回去最近的 也是最好走的一条路 可是那天 对于妈妈来说 那条路却是充满了艰辛 据妈妈说 她当时背着我走到江边的时候 我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一边挣扎 一边大喊说 你走错路了 不应该沿着江边走 应该往长江中间走 之后 我变得越来越暴躁 开始对着她拳打脚踢 甚至还从背上跳了下来 强行往江里冲 还好的及时拽住了我 之后生拉硬拽的 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我带回了家里 而这一切 我病好后完全不记得 从我生病到基本康复 中间的记忆是空白的 回到厂里后 妈妈把我带到了医务室 医务室的医生 对于我的病情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按照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疗 但是我的高温一直没降下去 不停地反复 后来到了晚上 我已经是半昏迷的状态了 爸爸赶紧去找了厂里的调度科 安排车子 送我去了市里的医院 医生仍旧没诊断出什么原因 只是挂了水 让我住院观察 就这样一住就是三天 高烧才算降了下来 但我的意识还是迷迷糊糊的 嘴里一直含糊不清地说着胡话 至于说的是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父母和外婆 可是他们都避而不谈 烧也退了 又检查不出来原因 医生建议先回家观察 于是父母又把我带回到家里 而这个时候 我也开始有了一点点的记忆 但这段记忆却是痛苦的 哪怕是现在想起来 依然会忍不住地起鸡皮疙瘩 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 梦里有一种像泥土 又像野草的东西 总是填满了我的周围 而且这个梦异常的真实 在梦里 我不仅能看到这东西 也能摸到 能尝到 也能感知到 用一种不太准确的描述 就感觉那东西 堵住了我整个感官 让我无法呼吸 而且随着一次次的做梦 那种东西越来越多 多到后来我承受不住 感觉快要窒息的时候 就会哭着或者尖叫着 从梦中醒来 那段时间 我被这些梦折磨得虚弱无比 甚至都不敢睡觉 因为但凡一闭上眼 就会做同样的噩梦 后来外婆出了个主意 说是去看看中医 调理一下身体 于是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开始喝很苦的中药 外婆还把我接到她家里 熬各种营养汤给我喝 慢慢的 我的身体渐渐开始恢复 我每天都躺在床上 吃药喝汤 做噩梦 亦是恍惚 但是外婆一直鼓励我 说我会好起来的 有一天 我非要外婆拿镜子给我看 外婆开始不答应 后来我软磨硬泡 她终于滴了镜子过来 一拿到镜子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被镜中的自己吓坏了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经完全变了 瘦得皮薄骨头 脸色苍白 像一个男孩子 外婆安慰我说 只要多吃冬季 一定会好起来的 那个时候 我虽然很小 但还是和所有女生一样 知道暧昧 我不想自己的样子一直那样 所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努力克服不想吃冬季的感觉 艰难地吃下一碗碗营养品和补药 慢慢地 我的身体开始有了起色 照镜子也不会吓到自己了 只是我的噩梦还在继续着 甚至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而且梦里的怪东西 也是一次比一次的多 当时外婆的邻居 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看到我一直被这怪梦折磨 便给外婆出了个主意 让她带我去照水碗 说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知道我做噩梦的原因 这里说到的照水碗 算是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问灵方式 有点类似于北方的利筷子 外婆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她年轻的时候 是镇里的会计 坚定的唯物论者 绝对不搞封建迷信 但是为了孙女 她也只好病急乱投医 于是大家就开始四处打听 很快就在乡下 找到了一个专门给人看事的师父 据后来父母说 当时那个师父确实是有些本事的 仅仅只靠半碗米 就把我们家里的环境 以及摆设什么的 说得一清二楚 还很清楚我的情况 师父说 我应该是被和谁有关的东西缠住了 他嘱咐我的父母 买两幅凶狠的猛兽图挂在客厅里 还说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 那就一定要找到那东西的坟墓 做点动作 那样才能消灾 否则的话 我恐怕小命难保 从师父家回来以后 爸爸就买了两幅猛虎兔挂在了客厅 可一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 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我仍旧在继续着那个噩梦 依然一次次从噩梦中尖叫着 哭喊着醒来 由于他们都要上班 只好又把我送回到外婆家 这一次 那东西仿佛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 竟然让我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亲眼看到了所谓的灵体 因为身体没养好 我一直休学在外婆家休息 每天最快乐的事 就是等着外婆家附近的小伙伴放学 回来找我玩 那时候 外婆家的邻居都很善良友好 他们虽然知道我发生的事情 但是没有人嫌弃我 还叫自家的孩子做完作业 过来陪我玩 我记得那天大约是傍晚七点钟的样子 我正在外婆家院子里 看几个小伙伴跳声 这里要说一下外婆家的房子 她家就在镇上唯一的公路边上 就是如果在公路上下车 只要你下个小斜坡就到家的那种 而公路的另一边则是几座连绵的大山 所以也可以说 外婆就住在山脚下 只是中间隔离一条公路而已 那时正是春末夏初 天气已经开始有些炎热了 当时我就站在那里看跳声 看着看着 我却觉得身体越来越冷 这突如其来的冷 让我瞬间害怕起来 然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外婆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可这回我只是哭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外婆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对 赶紧抱着我往屋里走 而就在我趴在外婆背上抹眼泪时 无意间抬头一看 却看见院子大门外的小山坡上 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 头发很长的女人 正低着头坐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 那样子有点像现在的瑜伽动作 又有点像在打坐 就是双腿盘着 手放在两个膝盖的位置 低着头看不清楚脸 当时我就大叫了起来 外婆那里坐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外婆听到这句话后 明显顿了一下 之后赶紧用手忙住了我的眼睛 急匆匆地把我抱回了屋里 回到屋里 附近的邻居们也都跑过来 查看我的情况 有时帮忙给喂盐水 有时盖被子的 各种折腾 可我始终只是发抖 嘴里也只会说冷 最后邻居那位六十几岁的奶奶 给外婆出主意 说这个时候 只有世事迷信的法子了 当时小孩子们都被叫回了家 外公上班还没回来 外婆家的堂屋里有好几个邻居 具体是哪些人我已经不记了 但我记得有两个是我同学的妈妈 其中一个同学妈妈说 刚才我说的那半山腰上 确实曾经埋过一个女人 听说没有埋进土里 而是直接把骨灰和 镶进了那块大石头后面的石崖里 听她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外婆却很生气地说 我就不信那东西能这么厉害 大白天的还想害我孙女 邻居老奶奶这会儿接过话查说 要不这样吧 我们老家有个土法子 可以试试到底是不是那个女人在搞鬼 于是 在众人的劝说下 外婆就按老太太说的 找来了一个空板 装了垫底的一层米和搬碗水 然后用手扶着三根筷子 立在碗中央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屏息凝身 看着桌上的碗 连还在哭泣的我 也被这一幕吸引 之后外婆扶着筷子 邻居奶奶就在外婆旁边 念她所知道的附近一些 过世人的名字 开始的时候 念了很多人的名字 外婆也念了几个 但是筷子一直需要用手扶着 只要一松手 就会倒下来 可是到后来 外婆问是不是那个骨灰和香 在石牙里的女人的时候 那筷子突然就立起来了 外婆松开手 三只筷子并在一起 直直地立在水中 看到这个情况后 在场的好几个人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 邻居奶奶连忙说好话 说什么孩子 与她无冤无仇 不要来害孩子 还说如果她安生了 会给她烧纸感谢等等 但是过了很久 那筷子还是立在中间 纹丝不动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场景 因为太深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一定不会相信 那诡异的画面 此时的外婆看到这个情景 非常生气 她用手碰了碰筷子 筷子纹丝不动 她使劲想折断它们 还是没有成功 后来外婆怒了 直接冲进厨房 找了把菜刀 狠狠地砍下去 筷子从中间断掉 碗被砍飞了 掉在地上 居然没有摔碎 剩下的三根半截筷子 仍然插在碗的中央 直到碗里的水流完 那筷子才倒了下去 我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有人给我额头 涂了攻击血 然后外婆和我那两个 同学的妈妈一起 连夜把我送回到 化工厂的家里 这件事过去以后 我做噩梦的次数 就少了很多 基本上也恢复了正常 我终于开始上学了 大家也都以为 一切都过去了 其实没那么简单 就在我恢复上课的第二个星期 有一天早上 爸爸叫我吃早饭的时候 突然问我 额头上是怎么回事 我说 没有什么呀 他说 你自己照镜子 原来我的眉心处 竟然突然出现了 指甲盖大小的一团红印 那红印一看就不是磕到的 因为很小的一块 而且那颜色也很奇怪 粉红色 跟蚊虫叮咬的颜色 完全不一样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印上去的 妈妈问我痛不痛 我摸了摸 没有任何感觉 最后 爸妈同时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爸爸用蓝墨水 给我把那个地方涂了 然后又一次 把我送到了 他们认为神通广大的外婆家里 到外婆家吃过午饭 他们把我安排到卧室睡觉 半小时左右后 大人们以为我睡着了 开始小声地说话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睡不着 我既害怕 又有点好奇 于是偷偷地趴在卧室门口听 记得外婆告诉我父母 说她已经打听到那个红衣女人 爸爸工作的化工厂旁边 还有一个小化工厂 据说那女人就是那个厂里的 她是在长江边游泳时溺水身亡的 当时只有二十岁 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父母 只有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 她溺亡后 哥哥和朋友为她操办的丧事 火化时 给她穿了一套红色的嫁衣 额头还特意点了一个红点 听到这里 我吓坏了 不敢再听下去 跑回床上盲头打睡 但是那一次 我在梦中看见了她 还是坐在那个半山腰的石头上 低着头 长长的黑发 然后又是那些像野草 像泥土的东西 把我包围 我再一次在哭寒中醒来 噩梦仍在继续 外婆也已经完全相信了邻居奶奶的话 后来 她又跟着邻居奶奶 去照了自谁晚 那人说 那红衣女人 是我在夏天到河边游泳的时候 缠上我的 她什么都不要 就要我去 所以绝不会放过我 如果要救我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封她的墓 我不知道大人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爸爸透露了一些 她花情请了几个人跟她一起去的 对那女人的墓做了什么 她坚决不说 但她说 她看见那女人的骨灰盒 确实是镶在那山崖上的 石壁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以至于现在 我找了一个全家都信天主教的老公 爸爸居然说跟那个有关 爸爸去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额头上的红衣消失了 噩梦也渐渐少了 再也没看见过那个红衣女人 大约在一年之后 我完全脱离了那个噩梦 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 可能因为小时候的这段经历 让我的阴气重了 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 我经常看见和经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但很幸运 再也没有如红衣女人般 想要害死我的鬼 有的也只是吓吓我 或者提醒我某些事情 但是有一件 却是发生在我家里的老房子 有一个人租了我家房子 后来又租了楼上的老房子 最后被鬼害死的真实事情 我在前面讲过 我家原来住在花工厂 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厂里分了一次房 小慧他家很幸运 分到了厂里在市区建的新房 我家则还是在花工厂里 分到了原来那些厂领导住过的 比较好的一套两室一厅 先介绍一下那房子的格局 其实有点奇怪 就是从阳台这边开始四楼 但是却不用爬四层楼的楼梯 因为那房子是一直一个石壁建起来的 我们那层楼刚好和石壁顶端一样高 所以有一个天桥连接 只要上几步楼梯 过一个小天桥 再下几步楼梯就到家了 而下面的楼层 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附属楼层了 我家是一个标准的两室一厅 一处一位两个阳台 一个用来晒衣服 一个用来补充太小的厨房面积 我从六年级开始就一直住在那里 开始那两年一切正常 后来妈妈下岗 外出去打工 我第一次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也是在那时候 那天晚上爸爸上中班 就是晚上六点上班 第二天凌晨一点下班 当时因为妈妈不在家 我就睡得他和爸爸的主卧室 其实我睡那个房间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那个房间 是靠近那个天桥连着的石壁的顶端的 石壁的顶端是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排房子 是厂里的单身员工寝室 外面有很大的路灯 路灯能照到屋子里 一个人睡觉不会那么害怕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十二点刚过 因为我起来上厕所时 看了墙上的挂钟 我躺下没多久 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主卧室的门是开着的 就是完全大开 靠着墙壁的那种 当时我家的那扇门 有点掉下来了 已经摩擦到了地面 如果想要在关上的话 就会和地面摩擦 发出痴痴痴的声音 而且关门的时候会卡 要很大的力气 推过摩擦点才能关过去 可是 我刚刚睡下没多久 就听到了痴痴痴的声音 好像有人在推门 我以为爸爸提前回来了 睁开眼睛去发现 客厅的灯没有亮 爸爸也并没有回来 但是那门却以一种奇怪的速度 正慢慢地关上 当时门已经被推过了 需要用很大力气 才推得动的摩擦点 缓慢地移动着 我睡的床头的位置 正对着门 外面的路灯 从窗玻璃透进来 就在这时 我看得清清楚楚 当门关到和我的视线平行的时候 我看到门背后 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趴在上面 为什么说是趴在上面 因为那姿势实在太奇怪了 四肢都伸得很直 几乎摆成了一个大字 整个身体都敷在门上 就像一个人摔了个恶狗枪时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样子 砰的一声 那门结结实实地关了过去 我当时吓得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地 按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 门上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那门确实已经关上了 我从小就习惯开着门睡觉 而且那门又是坏的 窗户关着没有风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有什么东西替我关上了那扇门 我过了好一回才缓过境来 但是仍旧不敢起床去看 窝在被窝里 直到听到爸爸开门的声音 他看我开着灯就开门进来 我不敢告诉他 只借口刚刚做了噩梦 想开着灯睡 他也没说什么 于是我一夜无眠 这是第一件事 后来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人 发生的事情了 高中中毒毒以后 我回家的时间少了 有时候周末又到妈妈公司的寝室住 所以回老房子住的时间很少 后来爸爸退休了 化工厂的交通不方便 每天只有厂车进出 我家就搬出来 在妈妈工作的公司附近租了房子住 老房子空在那里 妈妈觉得很可惜 决定把他租出去 因为厂里的单身员工很多 有的人不喜欢跟别人合住 就在厂里另外租房子住 房子空了大概两个月 有一个年轻的汉工来租 听说他是从外地偏远的农村来的 人看起来还比较爱干净 妈妈就把房子租给他了 他租了大概三个月 就要求不租了 也不说什么原因 就说不想租了 妈妈也没收押金 他不租也就算了 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 他租了我家楼上的房子 妈妈很不高兴 说是价钱都是一样的 家具这些也差不多 租得好好的 干嘛要换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 但又怕说出来被妈妈骂 所以不敢提 楼上的房子原来住的是 常理医务市医生一家 他家有两个女儿 以前我们是好朋友 我念初中的时候 有一次到他家里玩 发现他家的两个卧室 和阳台的门上 都贴了黄色的条条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觉得很好奇 姐妹俩偷偷告诉我 说他家里闹鬼 他妈妈找人弄了那个黄条条 压在柜子和床下 又贴在门上辟邪的 我说怎么闹鬼了 他们说 有次傍晚的时候 看见一个穿着一套蓝色衣服的人 在他家的阳台外盲目 他们爸爸妈妈也都看见了 经常在他们一家人吃过晚饭 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男人就站在阳台外的洗碗池那里 低着头 手里好像在摆弄着什么 远看以为是在洗菜或者洗碗什么的 可是走得稍微近点 又看不见了 他爸爸还生气骂过几次 也拿着椅子冲过去过 可是到了眼前就消失了 下次又继续出现 这件事情 他们两姐妹叫我一定要保密 因为他们爸妈嘱咐过 不能告诉任何人 接着说 那个租房子的汉宫 他租了楼上一生家的房子没多久 又不租了 不过这次他给出了原因 说那房子闹鬼 这件事在厂里穿得沸沸扬扬 连带我们家的房子也租不出去了 据妈妈说 那汉宫又找常理申请了寝室 搬回去跟宫友一起住了 可没搬回去一个月就出事了 他在汉东西的时候 那汉头一直没汉穿 他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 居然低下头挨得很近地去看 结果那汉头一下钻进了他脑子里 当时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操作 外面的人听到他啊了半声 后来又没声音了 以为只是工作中出了什么小问题 可是过一回进去才发现 汉头已经把他的脑袋汗穿了 他叫的那半声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低下头去 就这样被汉头活活钻死了 我后来想 那个汉宫大概是在租我家房子的时候 就已经被鬼盯上了 不然他怎么会突然要退掉我家的房子 租楼上的 如果楼上的那个穿一套蓝色衣服的鬼要害他 肯定会一直跟着他找机会下手 不过奇怪的是 那鬼为什么要等到他搬离了之后再动手 也许是因为楼上那些压在柜子和床下的 黄色符纸的存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